郑武的高温也延不住郭九文激动的心情 他决定为袁肖伯举办一场传统的收徒仪式 袁肖伯与袁肖伯与袁肖伯业 袁肖伯的袁肖之所以喜人 奥妙自食不少 馅必须事先腌制 至于如何腌制时长多少 现在徒弟是知晓奥秘的第二人 外皮要不干不软不粘手 手捏成形不开裂 这一工艺的关键 第一在于糯米 精米要以适当比例搭配 磨成米浆 俗称生剂 生剂做好 要先煮熟一部分变成熟剂 为了让其在盛夏迅速降温 袁肖伯动用了冰块 生剂熟剂以恰当比例混搭 是袁肖伯的又一个秘诀 米细膜既柔透 是元宵入口不粘牙又爽口的条件 材料准备妥当就是包的步骤 其过程与包包子包饺子类似 因为其外皮的特殊工艺 湖州元宵的外形更加浑圆挺实 诗人说 明月多应在故乡 味道也是如此 人间多有百味千味 最浓最美的还是家乡的味道 而今让湖州人心心念念的元宵伯 再度出山 他的手艺终于后继有人 这一晚倒地的湖州元宵 让四面八方的湖州人 似乎都能跟随香味梦回童年 此时此刻 生命是如此鲜活 人间是如此可贵 美食是这样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从家人的血脉亲情到事业的延续传承 从点点滴滴的平凡日常 到迟节云中的家国天下 美食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最简单 最方便的钥匙 静静地咀嚼 细细地品尝 人世间千姿百态 尽收一勺 我们下场散播剧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